周星驰选演员是很让人捉摸不透的 不过总的来说 他就是为了影片好 但是这个演员曾经在演美人鱼 时就不被看好还显遭气用 而美人鱼而却还让他演 这就真的很让人费解了 美人鱼最不被看好还显遭气用的 不用多想就是美人鱼了 在拍摄美人鱼时 他是被N技术最多的一个演员 也是被周星驰骂的最多的一个演员 基本他的每一场戏 周星驰都要用计心机去教导他 但是他却怎么也演不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周星驰又自也大怒了 险些就弃用了他 美人鱼上演后 观众看到美人鱼的表现 也确实是强插人意 相比其他以往的新女郎 他是逊色很多了 美人鱼上演后 拿下了33.9亿的好成绩 也让周星驰决定开拍 美人鱼2 现在美人鱼2 已经是在深圳开拍了 女主角也还是由林云出演 但其实周星驰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让他再当女主角 因为林云的演技也是太差了 又没有什么特色 在决定开拍美人鱼2时 周星驰就把剧本的主角 写成了龙天娜 而林云也就只在里面 充当一个配角了 周星驰也为此开了一档综艺节目 去海选女主角 但是这时的林云 就是想继续出演女主角了 于是就去恳求周星驰 刚开始恳求时 周星驰是没有答应他的 但在多次的恳求下 周星驰也就对他说 就用你 而周星驰会答应他 这其实也是有原因了 林云是美人鱼的女主角 而美人鱼2再用他也很合情合理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 周星驰会破格路用 他两次当女主角 也就是完全想帮助他了 都知道林云的家庭状况 是这么多星女郎中最困难的 他父亲只是个搬运工 母亲又常年身体不好要吃药 周星驰很明白这样给林云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再加上林云 就是一个最没实力的演员 离开周星驰后 他的作品就没有一点影响力 票房惨淡 所以想到这些 周星驰心一软 也就决定再用他了 话说回来 其实周星驰也并不止帮助林云一个人了 周星驰在章鱼起 面临婚姻的困扰去帮助他 让他带着爆红 章驰跑了多年的龙头 使周星驰让他的生活条件好了起来 当年的演员降暴 因为长得丑 怕找不到工作 也是周星驰让他如今天约不断 周星驰帮助过的人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他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活雷锋 只不过他是个不懂焦急的人 招到了一些人的抹黑 让他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小人了 但绝对了 并不过来的